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经文记载 大卫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 他打败摩押人 亦打败亚兰人 在读经之前 让我们一起祈祷 上帝 我们多谢你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 你答应的一定会成就 就好像你答应大位的 你一定会成就 你在圣经给我们的应许 都一定会成就 因为你是永远信实的上帝 主 我们多谢你 讨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沙母义记》下 第八章 此后 大卫攻打菲利士人 制服了他们 大卫从菲利士人手中 夺取了精神的治理权 他又攻打摩押人 使他们躺饿在地上 用成来量 量二成的杀了 量一成的活着 摩押人就臣服大卫 向他进攻 利合的儿子 所巴王 哈大抵借 往右法拉底河去 要夺回他的国权 大卫就攻打他 俘虜了他的骑兵 一千七百人 步兵二万人 大卫把所有战马的提根砍断 只留下一百辆战车 大马士加的阿兰人 来帮助所巴王 哈大抵借 大卫杀了阿兰人 二万二千 于是 大卫在大马士加的阿兰 设立军营 阿兰人就臣服大卫 向他进攻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卫奪了哈大抵借 神博拥有的金盾牌 带到耶路撒兰 在若兰 到大卫王那里 向他请安 为他祝福 人他与哈大抵借 真战 并且击败了他 原来哈大抵借与陀尔 上上真战 若兰手女 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 大卫王把这些器皿分别为胜 连同他祭福各国 所分别为胜的金银 献给耶和华 就是从阿兰 摩颜 阿门人 菲利士人 阿玛力人 以及从利盒的儿子 所包黄哈大抵借 所掠之物 大卫得了名声 当他回来的时候 再严谷 击杀了一万八千以东人 大卫在以东 撤立军营 他在全以东 撤立军营 以东人就都臣服他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卫作传以色列的王 又向众百姓 秉公行义 洗路亚的乙子 约压作元帅 阿希律的乙子 约沙法作史观 阿希特的乙子 撒督 和阿比亚他的乙子 阿希米勒作祭司 西来雅作书记 耶和耶大的乙子 比拿雅管赫基利提人 和比利提人 大卫的众子 都作祭司 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大卫带领以色列人吐气扬眉 打败他周围的敌人 他打败菲利斯人 打败摩押人 亦打败亚兰人 这些身边的国家 他们都来向大卫进攻 这里也提到大卫一次杀死亚兰人一万八千人 这就令大卫在当中更加的出名 连乙东人也都归伏大卫 但圣经最后的总结是什么呢?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兄姐妹 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一节 就是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是上帝令大卫得胜 是上帝为大卫剪除他所有的敌人 令他大大出名 这是上帝对大卫的应许 大兄姐妹 上帝的应许永远都是真实的 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是不说大话的上帝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 上帝都一定会实现 今天上帝对你的应许也会实现 在我们人生当中 当我们知道上帝应许的时候 我们是要凭着信心去灵受 因为我们的上帝一定会信实地 完成祂所有的应许 我们今天要凭着信心去领受去相信 上帝当年如何帮助大卫 祂今天一样会帮助你 今集要背众的金句是 此后大卫攻打菲利士人 制服了他们 大卫从菲利士人手中 奪取了京城的治理权 《沙漠二记下》八章一节